你有没有觉得今年热得不正常? 这不是错觉 根据WMO的最新公布 未来五年有80%的概率会再次刷新高温记录 换句话说,可能更热 有机场跑道被热到开裂的 就连埃菲尔铁塔都热偏了20厘米 而在北极,升温速度是地球平均的3.5倍 但当我们担心地球变成金星2.0时 一个更颠覆认知的科学事实是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漫长的冰河时代里 一个相对温暖的兼冰期阶段 那下一个冰期什么时候会到来呢? 想知道答案 就不得不把你丢回百万年前的地球上 去感受地球的气候脉搏 并试着寻找答案 在这里 你将见证一个宏伟壮丽 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 它塑造了地球生命的未来 还留下了最激动人心的遗迹 它就是最后一个冰河时代 这次的探索 会让你亲身体会地球生命能承受的极端环境 在十多万年前 我们星球的许多生态系统 被巨大的冰盖所重塑 被刺骨的极地寒风重塑 被贫瘠的景观所重塑 这是一个严寒的冰川期 严寒持续了数千年 随着这个时期的结束 许多代表性物种神秘消失 其原因至今仍困扰着我们 你现在所经历的并非地球首个冰河时代 实际上地球总共经历过五次 那么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呢 所谓冰河时代是地球长期的极寒时期 通常长达数百万年 甚至数千万年之久 这导致地球表面被大面积冰盖冰川覆盖 我们常说的最后一个冰河时代 始于约260万年前 就在更新式初期 你可能会惊讶 我们至今仍身处其中 任何冰河时代都包含两种式期 寒冷的冰期和温暖的煎冰期 事实上我们现在所处的 就是最新的一个煎冰期 它已持续了1.1万年 所以当人们提到最后一个冰河时代时 它们常指末次冰期 它就在现在的煎冰期之前 从11.5万年前开始 持续到1.17万年前 另一个事实可能让你惊讶 在末次冰期 全球平均气温仅仅比今天低了6度 然而即使只是个位数差异 全球温度变化影响深远 当我们说全球降温6度 是指巨大的热量损失 从所有海洋 陆地和大气中 在末次冰期 欧洲和北美的大部分地区 被两大冰盖主导 劳伦泰德冰盖 和芬诺斯堪迪亚冰盖 地球有限的水被锁住 锁在这些冰盖中 所以平均海平面低得多 陆地主要是台原类植被 分布在干燥的草原上 没有单一因素能解释 地球为何陷入这种严寒 但观察当时地球的轨道 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上个世纪 塞尔维亚科学家米兰科维奇 他提出了一个假说 地球位置的长期变化 是气候的强大驱动力 这可以解释冰期如何触发 米兰科维奇研究了三种运动 这些运动改变太阳辐射量 这就是著名的米兰科维奇循环 轨道离星率 当地球受到更强的引力 来自木星和土星的引力 其轨道会变得更椭圆 这个周期大约为十万年 在轨道高度椭圆时 地球季节长度变化最显著 夏季比冬季更长 高度椭圆的轨道意味着 地球在七月处于远日点 距离太阳最远 此时的太阳辐射 比一月时少大约23% 结果呢 冬季更短更短 夏季更凉更长 地轴倾角 即地球自转轴的倾斜度 地球倾斜的越多 季节变化就越极端 这个变化周期约4.1万年 因此当地球倾角较小时 季节差异会非常温和 导致夏天无法融化冬冰 冰雪就可能累积 最终引发冰河时代 轴向碎差 即地轴的摇摆 由于太阳和月球的引力 地球赤道会轻微向外突出 并非一个完美的球体 这导致地轴旋转时会摇摆 这个运动周期约2.6万年 它会改变季节的对比度 让季节对比更极端 或更不极端 这三个周期的组合 共同影响着地球的长期气候 它们在预测主要冰河时代上 是相当可靠的因素 然而 更短期的周期也很重要 它们能增强或削弱这些效应 例如 贯穿莫茨冰漆的事件 由于突然变暖相关的 丹斯加恶士格事件 也有导致快速变冷的亨利事件 那么 关键问题来了 当时漫游在我们星球的生物 是如何适应这些变化的 它们长什么样 它们如何生活 我们提到 莫茨冰漆 大部分发生在更新式 从260万年前开始 到约1.17万年前 冰河时代是巨型动物的时代 巨型一词绝非夸张 一些最大的生物 体重可达4500公斤 为什么冰河时代的一切 都趋向于巨大化 有几种理论 其中之一是伯格曼法则 它描述了能自产体温的动物 比如哺乳动物 环境越冷 体型越大 因为体型越大的哺乳动物 表面积与体积比值越低 这有助于它们 减少热量散失 这或许部分解释了 为什么冰河时代演化出 如此多庞大 令人敬畏的物种 体型巨大 是普遍策略 但当时物种的多样性证明 实现目标的方式不止一种 让我们从最著名的开始 它就是蒙马像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蒙马像就是冰河时代的象征 一个高大 威严的身影 在巨大的雪堆中行径 似乎对严寒无动于衷 但现实可能略有不同 蒙马像其实不比现代大象大 骨骼测量显示 它们的肩高约为3.5米 而今天一些雄性非洲象 身高可达4米 尽管身高相仿 但它们确实有关键差异 蒙马像拥有温暖的双层毛皮 分为厚实的底绒 和一层更长的外层毛发 它们的身体比例也不同 身体更长 腿更短 古生物学家认为 这是为了让它们方便吃草 不必过多弯腰 此外 它们还有厚脂肪层 厚达9厘米 用于保暖 还有覆盖毛发的小耳朵 以防止热量流失 我们曾努力想复活它们 但蒙马像最终还是灭绝了 不过 它们并非同时灭绝 现在公认的事实是 在弗兰戈尔岛上 曾有一个蒙马像种群 有五百到一千头 它们一直存活到四千年前 这比吉萨大金字塔建成 还要晚一千年 接下来介绍更奇特的生物 它们是雕齿兽 它们的名字 意为雕刻的牙齿 因为它们有宽阔带钩槽的牙齿 非常适合研磨 坚韧 植被 它们是庞大而笨重的生物 体重可达两吨 用如同大象般粗壮的腿 在美洲大陆上行走 它们的身体被巨大甲壳保护 像一个龟壳 让它们看起来像球鱼的远亲 但它们无法卷成一个球 看到它们的样子 你可能会以为它们行动迟缓 但最近的研究表明 它们将大部分体重放后腿上 甚至可能能够双足站立 这让你联想到更疯狂的画面 一头雕齿兽站起来 用它带甲的尾巴攻击 或是为了够到高处的食物 这证明这些生物不容小觑 下面这种生物可能让你意外 因为它们的亲戚至今仍在 只是我们今天见到的 与你眼前的多样性相比 只是冰山一角 晚更新式的树懒 包括斯大科 27个鼠 和数量未知的物种 它们曾是伟大的扩散者 漫游于美洲大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树懒的体型区域增大 到了晚更新式 自然界孕育出一群生物 被称为巨型地缆 其中 针织兽 结合了长颈鹿的身高 和大象的体型 而已知的第一具 树懒化石 是美洲大地缆 其估计体重可达3800公斤 与它们的祖先相比 我们现代的树懒 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考虑到这些地缆的体重 在800到1200公斤之间 这种挖掘行为不可思议 也让你得以一亏 它们当时面临的生存压力 科学家推测 地缆千居地下是为了保暖 或是在炎热时避暑 也有人认为是为了躲避捕食者 这真的让你好奇 什么样的动物会想招惹它们 最有可能的是剑齿虎 或巨型短面熊 当你亲眼目睹 这些巨大而坚韧的生物 勇敢面对极端天气 面对巨型捕食者 面对种群变迁 你满心期待地想看到 这些生物凭借生存本能 成功进入下一个地质时代 然而 事情并非如此 在根星世末期 它们几乎毫无征兆地消失了 仅在澳大利亚和美洲 就有72%到88%的大型物种 全部灭绝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 为什么 近一个世纪以来 这个问题一直被激烈辩论 一些人认为 自然的气候变化是罪魁祸首 随着尖兵器的到来 海平面开始上升 切断了路桥 融化了冰盖 而这些正是物种迁徙所需 然而 这个解释并不完美 因为像弗兰格尔岛的蒙马像 在这次过渡后还活了很久 另一个主要理论 于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 它将我们引向下一个焦点 那就是人类 而就在此时 你的旅程将迎来历史性时刻 你将第一次轻眼凝视 我们自己的祖先 智人 智人约在30万年前演化 从非洲迁徙出去 殖民全球各地 这意味着 它们在更新式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 并与当时的其他生物 共享这片土地 正因如此 古生物学家在思考 我们是否要对巨兽灭绝负责 这会是真的吗 我们人类真的能够挑战 并战胜强大的蒙马像吗 还有巨型地缆 智人可能在30万年前演化 但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 也就是大约5万年前 它们才开始经历文化发展 狩猎 采集文化达到顶峰 我们开始使用更多样的工具 制作像吊坠这样的装饰品 并投入更多精力 从事超越生存本身的活动 例如 洞穴艺术 成为人类全是世界的出口 它们创作的许多图像 至今仍然可见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工具的迅速改进 极大的提高了狩猎能力 一个勇敢的智人单挑猛马像 结果可能不妙 但如果是一群人呢 手持锋利的长矛 能投掷远达40米 这就创造了更公平的竞争 其中一只擅长狩猎的群体 是科洛维斯人 它们是美洲原住民的祖先 拥有形状独特的矛头 即科洛维斯尖头器 一个争议点在于 在科洛维斯人抵达北美后 几千年内 巨型动物就灭绝了 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 是否是它们的高强度捕猎 导致了动物种群的崩溃 去年的一项研究 分析了唯一的科洛维斯人个体 安齐克儿童的遗骸 研究发现 蒙马像在其母亲的蛋白质饮食中 贡献了约40% 这位科洛维斯人 至少部分导致了巨兽灭绝 提供了理论支持 这一切 怎能不让你好奇 智人接下来的行为 并保持一份警惕呢 在澳大利亚 情况也类似 就在人类在那里定居前后 澳大利亚也失去了 85%的大型物种 古生物学家通过测量包子 来推断巨型动物种群 他们发现在人类到达后 4000年内 巨型动物种群崩溃 尽管之前环境也在变化 但人类的到来很可能 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更新式晚期 另一个神秘消失的物种 是尼安德特人 他们大约在4万年前消失 尼安德特人是第一批人类 在寒冷的冰川生态中幸存 他们拥有聪明的适应能力 他们身材矮壮 鼻子大而鼻梁高 这有助于加湿呼吸的空气 这与猛马相的适应相似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 尼安德特人拥有相当复杂的文化 那么拥有所有这些技能 它们是如何走向终结的呢 你可能猜到了 我们可能也要为此负责 古生物学家认为 要么是我们智人在竞争中胜过了他们 要么是他们被我们吸收 被我们当时更大的种群吸收 事实上 大多数欧亚血统的人 都与尼安德特人共享DNA 共享1%到2%的DNA 这支持了第二种理论 尽管尼安德特人或许是失败者 但他们长期被赋予的形象 野蛮落后的形象是不公平的 每一项新发现都让我们欣赏 他们留下的复杂文化 语言和工具 毫无疑问 最后一个冰河时代 带来了巨大的发展 永远改变了地球历史 这正是你此行见证的 尽管这个时代充满不确定性 但许多物种仍能茁壮成长 在冰期和尖冰期茁壮成长 当你的思绪从冰河时代抽离 回到当下 相信你一定也会 对那个时代的生命多样性 留下深刻的印象 虽然那些生物现在大多 已成为历史的遗迹 但它们的骨骼 地穴和墓葬 依然激发着我们的好奇心 暗示着一个曾经的世界 在那里 至少有一段时间 人类与高耸的巨兽 和我们的人类近亲并肩生活 共同穿越那片原始荒野 但也许更令人担忧的问题是 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生吗 我们仍处于冰河时代之中 下一个冰期是否正在逼近 我们之前提到的亨利事件 大约每一万年发生一次 可能导致降温 它们发生在大量冰块被排入海洋时 最近的数据显示 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 通常会发生海洋变暖 这正是导致冰盖不稳定的原因 目前我们正看到这些迹象 它们可能是亨利事件的警示 如果它真的发生 可能会引发另一次讲论 足以触发另一个冰期 那么下一个冰期究竟何时会来呢 也许这个问题的答案 已经不再由米兰克维奇循环单独决定 在我们担心冰川卷土重来的同时 人类活动引发的变暖 又像一只无形的手 将这个时间表拨向了未知的远方 如果我们真的经历另一个冰期 不知道哪些物种能幸存 智人还能否幸存 在另一个由冰雪主宰的时代 或者我们是否会面临淘汰 被更适应环境的物种淘汰 我们不禁要问 在遥远的未来 地球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又会有怎样的居民呢 在遥远的未来